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ARPG游戏,暗黑封印初代 我选择了法师,但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这款游戏最好用的角色是引用诗人 就是拿叉子那个货呀 但我的方向盘好像是坏了 他会自动的锁定女性角色,所以说我就只能选择了法师 法师的特色是魔法比较强力 但这款游戏的魔法系统比较特别,你需要消灭敌人才能够积攒你的魔法槽 魔法槽满了之后,左上角的魔法树翻到哪页,你才可以施展哪个魔法 我用了一个问号的魔法,这个魔法呢有两种情况 有可能变成猪,也有可能变成宝箱 变成宝箱的话呢,就会突出大量的道具 屏幕的左下呢,就是咱们的装备槽 一共有六个道具 鞋子是增加移动力 手套是增加攻击力 台甲是增加你的物理防御力 另外还有戒指 防止冰冷攻击 项链防止火焰攻击 不服是防止异常状态 其中鞋子还有手套是一个现实的道具 咱们捡到之后,再次捡相同的道具,它是不增加持续时间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整个游戏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移动还有输出的话 你需要掌握好捡这两个道具的时机 这可能也是游戏最核心的技巧 这种能量水晶是给咱们回血的 好的,捡到手套之后呢,打boss 这里就是第一关 咱们的目标呢,是退制 古代之塔上的飞龙 也就是本关的boss boss的话都是有弱点的 第一关的boss的弱点呢,就是他的头部 你击中之后啊,你会发现他掉血特别多 并且呢,他会发出吼叫声 找一个好的机会吧 好,现在机会就不错 他是要放闪电 让他的头呢,会停留在一个位置比较久 好的,过关 过关之后可以发现一个黑骑士抓走了一个弓箭手 第二关,目标是霜之风 这款游戏的剧情呢,是邪恶的沃洛夫 率领黑骑士团 想要开启末日之门 这样伊特鲁利亚国王 就召集了勇者 为什么他召集了四个勇者呢 是因为古代有一个神话传说流传下来 正是这四位勇者可以阻止敌方的阴谋 第二关的小boss 这个龙还长着脚啊 这看起来就是西方的龙 哎,打中我了 刚才身体出现了光滑 这个龙的弱点也是头部 第一次打到这儿还以为他是第二关的大boss 这款游戏要稳一点 不要着急 我放了一个石魔法 这样变成了石头 给大家掩饰魔法的机会不会太多呀 差不多了 魔法槽空了 好的,捡到了护斧 这样的话防止异常状态 这种骷髅兵好扛打呀 我戴着手套打了四下 Boss战 这个boss超级恶心啊 他的弱点就是上边的嘴啊 咱们把魔法往他嘴里射就可以了 所以说开场呢 我没有着急向屏幕的上方移动 等他下到最底侧 咱们再进行输出 我又挨打了一下 好在咱们现在的防具比较全了 第三关 第三关呢 国王说他的女儿 也就是公主 跑出去了 这样咱们要去把他找回来 这里放一个老鼠魔法 老鼠魔法的攻击也是比较强力 哇,那个王冠打出那么远 捡不到了 魔法要到时间了 这款游戏的视角不是很好掌握 因为大部分时间呢 他是倾斜的 有的时候你感觉敌人打到你了 但是没打到 有的时候你感觉打不到 但是他竟然打到了 这样的视角呢 街机上还有一款 叫做光明力量 那款的素质比较不错 这里是一个小boss 这个小boss啊 如果在上一关 我没给大家演示老鼠魔法的话 在这里使用闪电魔法 会快速的干掉他 但也没关系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场景 进行卡位 在这打他也可以 他回头之后呢 他回头之后呢 在这吐到你 好的打完 这算是一个陶克的打法吧 但如果有雷电魔法的话呢 陶克会逃得更厉害一点 这关的场景还算比较多 流程比较长 游戏一共才五关 魔法又满 这个场景呢 会有一个手套的补给 但咱们现在手套呢 没有过期 咱们可以等他过期之后 回头再来捡 然后最后一关 再捡一个手套 这样基本上全程 都是有手套的状态 我跑得好快啊 我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没想到躲开了 装备篮里边 最后四个道具啊 它是有耐久的 它不是现实的 挨打多了 自然就碎了 好的 又捡到了手套 让咱们的攻击力 还是保持比较高的水准 刚刚下蛋那个货 好像是鸡蛇兽 我记得玩北欧女神的时候 精灵之森有一只 可以识化 Boss战了 这里黑骑士 沃洛夫表示 把公主抓走了 这个Boss是眼怪 这个眼怪呢 两种打法 第一种打法比较慢 它身体的两侧有两个小爪子 咱们把这两个小爪子打碎呢 它就没办法发射这种小眼球了 打起来比较安全一点 还有一种打法呢 就是我现在的打法 快速攻略 因为它每次放闪电之后呢 都会眨眼一次 眨眼之后再睁开 就是咱们打它的最好时机 这样打起来比较快 但是这个眼球怪的闪电 打人是相当痛 还是要小心一点 第四关 需要去火山 咱们要找回两个宝物 一个是神之宝玉 一个是神圣皇冠 其实沃洛夫呢 也需要这两个宝物 来开启末日之门 小Boss 地狱犬 这是一个双头的 看起来不厉害啊 所以它才是小Boss嘛 厉害的话就是三头的 它的普通攻击都没什么危险 但是有一种强力的攻击 咱们需要大范围的躲避 就是这种 跑出来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蛇形走位啊 就是要放大招了 复的火是蓝色的 它打完了 这个Boss简单啊 比眼球怪感觉还简单 这种岩浆地形呢 咱们如果放火焰魔法的话 直接能过去 前方不远 可能就要打Boss了 下边呢 有一个分支 分支 分支一般都是关键的道具 但是敌人比较多 前面两个牛头人 我应该说米诺陶斯对吧 这个怪好像有喜欢的呀 捡到了鞋 这个鞋基本上能用到最后了 果然黑骑士的目标呢 也是两个神器 这个龙的弱点也是头部 所以咱们就朝他的脸射吧 但是他头部被攻击之后呢 就容易发出这种爆炸 这里咱们又爱打了一次 黑骑士把咱们石化了 但是神之宝玉呢 他没能拿走 让第五关 魔戒之门 一看就是最后一关啊 敌人超级多 我的手套到这里也基本上 后面还有一次换的机会 前面的Boss都一般 但这款游戏到这之后呢 这Boss就比较难了 我被砍了两刀啊 衣服碎了 血也掉了两滴 好的 又捡了一个盔甲 让血量也加满 魔法也加满 这次的风魔法 持续的时间最长 终于捡到了 补给魔法值的道具 咱们的护肤要碎了 已经闪光了 盔甲挨打了一下 没关系啊 冲进来了 后面就是两场Boss战了 这两场Boss战呢 现在这个Boss还行 但是时间比较长 下一个Boss比较难打 这里就是道具比较多 咱们直接往上走呢 直接就能打Boss 所有道具 在这都能捡到 有几个箱子里边是怪啊 手套碎了 捡到一个奖命 好的 这里边 手套 这个手套呢 就是打最后这两个Boss用了 这个Boss呢 几个阶段 一个阶段呢 他会放出他的骷髅头 这个骷髅头呢 几种攻击方式 一种攻击方式就是散射 现在内部比较安全 那第二种攻击方式呢 是发射飞针 范围很大 这个比较难度 第三种攻击方式呢 就是撞 循环往复 但是Boss血量少了之后呢 他的本体也会移动 挨打了 幸亏这个铠甲是新的 咱们已经碎了一个 手动了呢 就是发这种 魔法球 闪着光 被这玩意击中之后 咱们就变成猪了 游戏当中 为数不多的变猪方式 感觉他要动了 动了之后 其实反而比较好打 你之前呢 他在那不动 就咱们自己动 打下来比较累 动了之后呢 很多他的攻击 咱们一边移动 一边就躲了 手血量不多了 好的打完 这样后面还有一个Boss 就是黑骑士了 黑骑士是想要用两个神器 加上五个人 来进行祭祀 打开墨植门 咱们就要来阻止他呀 这种Boss啊 太多了 就是想建立什么黑暗世界 动机啊 无聊的要命啊 飞成中二 但是黑骑士的实力很强 他最难对付的攻击方式啊 就是这个旋风 范围非常大呀 砍中我一箭 特别恶心 又开始旋风 离他越远越好 刚才已经被砍中一箭了 就放电 放电的时候呢 也离他远一点 可他站的呢 有一定的角度 因为闪电啊 他是向八个方向发射的 而且打人超级疼 这就是走上来 想硬砍你啊 出手了 躲 出手之后呢 他最后会定格一下 定格那下咱们再走 躲早了是不行的 又开始旋风 放电 又是走上来砍人 还剩两根血左右 一格 我觉得可以钢一波了 咱们衣服被他打碎了 最后呢 还用盾牌推了我一下 好在呢 通关了 通关之后呢 就把这五位救回来了 然后呢 封印了 末日之门 那好吧 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 ARPG游戏 暗黑封印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